好 接下來關心 明年元旦開始 基本工資將由兩萬兩千元 調升到兩萬三千一百元 而健保也將修正投保的分級表 預計三百一十七萬人的費用 每個月會增加四塊錢到五十七元 而有十二萬人的健保費用 每個月會減少十三元 好 健保署就表示 這回健保投保金額的下限 由現行的兩萬兩千元 提高到兩萬三千一百元 因此原投保金額在兩萬兩千元 跟兩萬兩千八百元的民眾 基本工資提升之後 保費每個月會增加四塊錢到十五元 預計調整後的薪制 可以增加二十六億元的健保收入 至於各界關心的健保費率 明年是否會調漲 健保署就表示 由於健保到明年底 仍然是可以維持三點一五個月的安全準備金 在財務狀況穩健下 仍然是維持現行費率 在財務狀況穩健康的安全準備金額 在財務狀況穩健康的安全準備金額 在財務狀況穩健康的安全準備金額